简约线条和强大性能 是许多人对特斯拉Model Y的印象 日前有美国车主在推特抱怨 买不到一星期 方向盘竟然就掉下来 换个角度看 方向盘几乎整颗脱落 拆下来不是 装回去也不可能 逼驾驶只好找道路救援 特斯拉事后同意买回出包车辆 所谓患难见真情 车主和死神擦身而过 却不计前嫌 表示要拿这笔钱 再买一辆Model Y 堪称特斯拉真爱 而同样对特斯拉痴情的 还有美国亿万富豪巴伦 巴伦语出惊人 看好电动车市场发展的他 预测2025年 特斯拉将涨到500美元 2030年涨到1500美元 等于7年内飙涨7倍 特斯拉股价去年重衰 不过今年触底反弹 华尔街分析师 点出三大利多原因 第一是中国解封 加上Model Y大降价 双双提振需求 第二是美国放宽电动车 减税门槛 第三是马斯克收购推特闹剧 逐渐落幕 都帮助冲高特斯拉销量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宣布 3月1号将举办首场投资人大会 预告会透露特斯拉 宏远规划第三部分 宏远规划第一部分 是电动车量产 第二部分是开发 比人类安全10倍的自动驾驶 马斯克卖关子表示 规划的第三部分 是帮助地球 未来能源永续的关键 喊话投资人 敬请期待 静新闻 西子健 王朱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手掌握 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